我知道現在真的有很多個模擬器 現在模擬器還是一樣層出不窮 說真的 模擬器其實也分為 Simulator跟Emulator 其實我一直都搞不清楚是什麼東西 其實說真的 其實Simulator指的是 綁造真實的硬件或軟件啊 環境啊 條件之類的東西 能夠在某種程度上 再現出現這種硬件、軟件、環境、條件 雙智或程序 模擬只是表面上做做樣子 其實不會有真實的過程發生 但是能夠做出反饋 所以它能夠模擬的比較抽象一點 再來講講Emulator Emulator其實基本上是指 能夠百分之百的模擬某個東西的 全部特性、行為等裝置或是程序 仿真是盡可能是要全方位的模擬 而且力求逼真 有時候就會希望它那個圓形或模仿對象 取而帶著味道 仿真的更具體、接近食物 但是其實不具現我與那個硬件跟軟件啊 所以說現在 對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要講Simulator 可是你們應該都記得我之前講過Simulator Game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講Emulator了 Emulator有一些東西真的是有夠的好兔了 可是我們要先來看一下好的 首先講講NES模擬器好了 我會喜歡用Vetra NES的原因是因為 它比較簡單 而且 這個模擬器已經帶給我使用了 今年已經有 將近四年了 好像不是將近 是已經四年了 不要說 在我還沒有開始實況之前 我就已經用這個模擬器了 我已經用了非常該死的怪了 所以你以為你突然就跟我說 欸換個模擬器啦 或是說 欸那個模擬器更好你怎麼不用用呢 但是我說真的你不管在講什麼我也不會換呢 不過這邊還有另外一款模擬器就是FCEUX 我不知道它有什麼不同 我只知道它可以TAS而已 你們知道我之前講過TAS的測試呢 是什麼鬼東西 我已經不想再提起TAS了 可是我一直講它幹嘛的 其實你以為我其實可能也是會請問TAS嗎 NO 你以為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已經是TAS 受夠了 還沒有一個迷迷就跟這樣子翻滾的動作一樣 完全就是受夠了的樣子啊 我真的是無言 好吧 回到Emulator 所以說呢 這就是NES Emulator NES Emulator呢 其實說的除了VNES之外 還有一些別的 可是說的VNES之外 嗯 我真的沒什麼別的喜歡 所以如果要講S4C的 我大概會比較喜歡的是ZS1S 它也是一樣 簡易比較簡單 而且我也是一樣 用了這個模擬器 用了真的是超級久了吧 所以說也是一樣 如果換叫我換也是一樣 很難的啊 那麼這個模擬器呢 對於我的電腦來說 我這個渣電腦 能夠跑著中這個模擬器的 這個模擬器也算是比較不錯的一個 不過真的 這個模擬器呢 它 它 它能夠模擬的SNES的效果 還有畫質 還有色盤 所以我來說 欸 其實這個也是比較不錯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特別喜歡這一個 呃 當然也有人喜歡 SNES9X 可是當然 我是比較嘎意的這個東西 所以說呢 嗯 希望你們能夠理解我的心情 因為能夠使用自己喜歡用的東西 其實是一件好適啊 我其實比較討厭的是那種子 我連用個模擬器都被交貝 用得不死 那種子 我現在聊誰呢 我看 因為有時候呢 我明明就沒有要貼SNES 然後他就又叫我 FCE FCE 還有你以為我真的能夠 離開這些模擬器的環包嗎 我說真的不可能 這些模擬器真的是太棒了 大家 我用別的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是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沒辦法嘛 老子已經習慣了 又有什麼辦法呢 喝喝 所以我在想 也許你能夠理解這種心情 因為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自己喜歡使用的模擬器 所以呢 當然不是像我一樣喔 當然你有你更習慣的模擬器 所以呢 如果你能夠找到另外一個 是更適合你的模擬器 就好 那就不要用別人建議的比較好 真的 網路上建議的並不是完全都是好 要看你自己的個人習慣 所以呢 ZSNES 我選擇 那啊再來想想我習慣用的 MD SEGA GENESIS跟SEGA CD 還有SEGA X3 X3 X2 還有SEGA GANGER 跟 SEGA什麼 欸 SEGA MASS SYSTEM 的 我慣用的模擬器 這都是用同一個 這個模擬器的名字叫做FUSION 嗯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太愛用這個模擬器了 我說真的 我從來都不記得它到底用 到底會用什麼 不過說真的 我真的是太喜歡這個模擬器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模擬器呢 它可以同時支援許多SEGA上面的主機 所以呢 你說說我喜歡SEGA模擬器的時候 你覺得我會不會用這個呢 我當然會用喔 不過說真的 你 這只不過是 其中的一個 是能夠代表說 它是一個 它是另外一個複合型的一個模擬器 當然像是從一個 一個程式可以模擬許多機台的遊戲的 嗯 並不是只有這一個 而且這個是只有SEGA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更厲害 不過我說真的 不然有另外一個 我是不太想要用的啦 我這個模擬器的Best Hulk 我真的不太想用 對我來說 Best Hulk也是一個 我超級不習慣的模擬器 你以為我會想用嗎 用個屁 我完全不會想用 只不過說真的 我用我的搖桿來玩MD的模擬器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麻煩的 因為SEGA Genesis有三個鍵 A B C 然後又有另外三個鍵 X Y Z 你說我像PS搖桿那樣的設定 你說我要怎麼弄 我現在也搞不太清楚 所以真的呢 最好的方法呢 它叫我用鍵盤嗎 可是我又不想用鍵盤 你知道我真的是一個 不爽用鍵盤的傢伙 我知道我這樣子真的是有點煩 不過說真的 你們就是不懂我的感情 沒有辦法 因為我實在是太喜歡這種感覺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 PS模擬器 我會用應該是 EPSX2 我是不是 EPSX1 不好意思我今天一直講錯 不知道什麼啊 因為我今天真的是有點不舒服啦 嗯 無論如何 對於 模擬器呢 對於PS模擬器來說 我比較喜歡用的是 EPSX1 這款模擬器呢 就是一個 PS模擬器 這PS模擬器對我來講 知道電腦運行這款遊戲 還蠻順暢的 這款遊戲就是我們的 迴避戰士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特別愛玩的遊戲 然後它在我的PS模擬器上 也不錯 不過我說真的 這個 我真的很希望擁有一台 真真實實的 PS 而不是 只是玩著 PS模擬器 來好好解渴 唉 什麼時候才能 避免只玩 PS模擬器 而不是直接用 一個 PS機台 哇 我真的超想用一個 叫做 PS機台啊 然後為什麼 我超想用的 救救 我要玩 PS啦 可惡啊 再還是說一下這一款 這一款就是一個 多重的 一個 模擬器 就像我剛才講到的 那個 SECA Genesis的 模擬器Fusion 還有那個 還有我之前有講到 BeatHawk 然後這一款 就是我們的 MESS MESS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念 反正 這非常神奇的 居然 可以模擬 尬對救的 機台 不知道是電腦 還是有差別什麼東西的 反正 這款模擬器 我是沒有用過 而且這款模擬器 我現在目前也沒有 這個是別人的影片 所以很抱歉 我今天又用了別人的影片 但是沒辦法 因為 我真的沒有這個東西 而且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我找不到窄點 這太神奇啦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不過真的 光看這模擬器的性能 看起來好像不錯呢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想我要不要用用看啊 哇哦 哎呀這模擬器真的很棒啊 這模擬器真的是流逼大爆啦 它可以模擬NES 它可以模擬Metro Boy 它可以模擬一大堆 還有什麼Segger Genesis 還可以模擬PS 超度的 啊我真的好想要這個模擬器 說真的用我這個模擬器真的是我的終身目標 也許我會因為我需要用到這個模擬器 因此我跑去 再偷藥幫買一台Mac 就玩了這個模擬器啊 你是不是知道我超想要這個的 OMG我真的是沒有這個的話 我大概就是 OMG我真的好想要這個模擬器啊 忽然怎麼樣我真的很想要這個啊 這個啊這個啊 竟然可以把它像這個樣子 再放上你的NES 遊戲的圖片然後把它方便收納 哇哦靠 太強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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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神了 救救 哇哇哇哇 再來另外一款大概是我真的要講的 就是這款小機模擬器 那個小機機想出來的模擬器 什麼回事呢 它居然可以支援PC 很廢話因為這是PC嘛 它可以支援FC S4C N65E GBC GBA NDS MDD PS PS2 PSPP E E WSC M P WOW 這台槍啊 居然可以支援18種啊 而且這居然還是一個 喪心病狂的遊戲下載器 你還可以使用這個 下載你可愛的小遊戲 真的假的啊 我說真的 你以為這個真的很厲害嗎 不 這個是電腦版的 如果你去下載 如果你去下載 Android版的 你就會發現 Android版的真的是 強到爆了 連iOS也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如果你在 Android或是別的模擬器上面 你會發現這個小機機模擬器 居然可以直接模擬 而不需要像PC版一樣 還必須要進入設置 然後再去下載這些模擬器 哇哦 有點神啊 太神了 不過說真的 這個小機模擬器呢 我常常會把它改機 原因是因為它根本就不一定 每一個都是我想要用的 比方說這個FC好了 FC用的是FCEUX 可是我不想用啊 SFC是用SNS9X 我該死也是不想用啊 所以你們現在懂原因了吧 所以說真的 這兩款 有兩款模擬器 我也在想 小機模擬器 OpenEMU 我到底要現在哪個才最好呢 不過我講真的 我最後的決定還是 他要幫買一台Mac 然後去用OpenEMU啦 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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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